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从2015年起 至今一直在华为公司 从事软件开发以及 开源运营的相关工作 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 OpenGauss社区自理实践分享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OpenGauss OpenGauss是什么 OpenGauss是一款开源的 关系型数据库 它的愿意就是把企业级的 数据库能力带给用户和伙伴 接下来呢 我将从OpenGauss数据库的 开源背景 开源遇到的问题 对应的解决办法 以及OpenGauss社区 现状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OpenGauss社区如何从 OpenSource到OpenGauss的 完整资历过程 好 我们进入正题 好 首先我是介绍一下 整个数据库的一个背景 和发展趋势 数据库的发展 与数据的快速增长是 其实它是分不开的 我们当下所处的是数据经济时代 可以看到数据是成倍增长的 这是一个调教机构做的一个调查 那么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 全球的总数据量将达到181JB 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转换一下 这么大的数据量的话 我们需要91个容量为20TB的硬盘 我们才能存在下 那么把硬盘首位连接起来的话 还可以围绕地球 绕450圈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数据库作为数据全市面周期管理的主要载体 是支撑数据化转型的核心技术设施 所以数据化转型的同时 数据库也在迅速发展 所以说我刚才开篇就说 数据库的发展是与数据的快速增长 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的话 计算技术它也在快速发展 那么软硬技术体系架构的持续创新 比如说新硬件 新计算架构 以及云元森 分布式 人工制定等等 这些技术发展 它从侧面推动数据库的技术革新 随着数据化转型的深入 用户对数据体验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所以基于刚刚说的多方面来看的话 所谓这些变化 对数据库的发展 我认为既是新挑战 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是新的机遇 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就是 开源已经被广而认可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看到 十四五规划钢要发布显示 开源被明确列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五连规划钢要中 这里是钢要的内容的一个截图 所以说是广无认可 另一方面就是 开源数据库成为产业的共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看到 全国的数据库排名榜 叫DB Engines显示 在2021年1月份的时候 开源许可证 流行度已经首次超过了 商业许可证 这代表了什么含义 我们接下来解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DB Engines排行榜中 前十个 排名前十的数据库中 有六个是开源数据库 国内有一个类似的 叫莫天伦 他也是做数据库排行 显示 排名前十的数据库中 有六个是开源数据库 那么也就是说 从2021年1月份起 整个数据库产业中 开源数据库占比 是一直就开始大于 商业数据库 也就是说 这两块内容结合起来 就是说 开源目前被广泛认可 同时开源数据库 也成为产业的共识 好 那么 在技术升级驱动数据库创新 和开源数据库成为 产业公司的双重背景下 Open高斯选择了开源 那么从Open高斯产品 发展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 Open高斯并不是 突然出现的新产品 而是经过十多年 市场锤炼 有充分技术成练的一个产品 我们具体从这个发展 可以看一下 2001年至2011年 可以看成是复华阶段 2011年到2019年 是内部商用 也就是说 华为内部有很多产品 它数据库 在这个阶段 是会用Open高斯这个数据库 2019年到2020年 是对外进行的商业发布 那么在2020年6月 Open高斯做了全面的开源 我们开源出来的话 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构建Open高斯的生产圈 共同打造领先的 企业级的开源关系性数据库 这也是我们的 全部的目的 好 讲到Open高斯开源 那么Open高斯是怎么做的开源 这里画了两个图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很多人觉得 代码开放出来就叫开源 这个观念 可能很多初始接触到开源的 这个同事 或者说人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那实际上 经过大量的总结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完整的开源 包含了三个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 开源不仅仅是代码开放 它是有三个 如果说开源的过程的话 是可以看三个过程 三个阶段 那么代码开放出来 叫做 Source Available 它只是开源的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 我们代码开放出来 但是代码能不能下载 能不能修改 能不能重新分发 这些权利都 与代码 开放出来是不相关的 有些项目 它虽然代码开放了 但是它保留所有权利 这样的代码 别人只能参考 就跟我们写论文 引用其他的paper一样 只能参考 第二个阶段的话 才是真正的Open Source 也就是说 我们代码是可以被自由使用 自由修改 被自由分发 那么Open Source 有严格的定义 有一个组织 叫做OSI 那么OSI 它是专门负责开源的事情的 开源领域很出名 很出名 它会把开源领域的授权 开源的许可证 做一个认证 通过它的认证的license 才可以认为是 符合Open Source 定义的开源 那么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叫做Open Governance 也就是开放治理 在Open Governance阶段 允许把社区打开 允许开发者 更多的开发者 更多的组织加入进来 成为某个特性的贡献者 或者某个项目 共同的治理者 共同帮助这个项目 开源项目成长和往前演进 那么Open Governance 我们认为是 开源最高的形式 也是开源 真正全面构建 发展生态的基础 这三个阶段 恰恰就是Open高斯 在开源的时候 做分析 大量分析 总结之后的一个写照 我们就是按照这三个阶段 来进行开源的 首先看第一个阶段 Open高斯如何从 Source Available 向Open Source的转变 那么 Source Valuable的阶段是 其实上很容易达到 代码 说是把代码直接放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要转向Open Source 那么其实上 Open高斯有大量的工作要开展的 我们可以看到 项目怎么去修改 分发规则 这是不明确的 项目贡献者协议 我怎么来做贡献 有没有什么权利版权之类的 不明确 高效的交流途径 没有 项目需求收集 是很困难的 项目贡献 规则是不明确的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任何一条 如果是解决不好 有可能 就会决定 迈向Open Source 是不是 是不成功 所以 对于Open高斯来说的话 我们 基于这些遇到的问题 做出了积极的对应 首先Open高斯 在 应对 项目修改 分发规则不明确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 开源的license 是 木栏宽充型许可证V2 这个 这样的一个license 可以在 我刚刚说的这个 OSI 它有一个对应的网页 你们可以查到 对应的 认证通过的license 那么 这个木栏宽充型许可证 是在它 通过认证license的 地板里面的 这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开源 是做的正规的开源 那么这个 这个license 也是无传染性的 第二个 对于 供验者协议 不明确 那我们 制定的 社区供验者 供验者协议 供验前 先签署CLA 里面有对应的条款 明确的 对应的版权 那么对于 这个高效交流途径的 无高效交流途径 这一条问题的话 我们将 Open高斯 以特性 为单位 划分的多个 四个组 以四个组单位 建立的 多个邮件列表 可以进行 高效的交流 然后项目需求 收集困难 这一条的话 我们是建立的 一宿机制 方便 更加方便的 收集一宿 最后 项目贡献 规则不明确 那我们建立的 这个提交 代码提交 代码提交的机制 有对应的 committer 有进行review 然后 review完之后 怎么 怎么把fork的分支 合并到主干上 对应的机制 很明确 好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的话 Open高斯就实现了 从source valuable 到open source的转生 那么 从open source 到open governance 转生 open高斯又遇到 哪一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open governance 在我们的 开展过程中发现 它是没有固定的规则 可以直接套用的 因为 每个社区 面临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open高斯通过参考 Apa企业 这些成熟的基金会 自己的方式 从社区治理 社区运营 社区开发 还有技术设施 几个方面 进行的建设 我们将整个社区 分成不同的区域 这样更有利于 不同的人 把社区打开 让不同的开发者 或组织 再加入到 不同的区域里面 去进行 共同自己社区 社区治理的话 我们做了 治理框架的建设 治理框架建设 下面接下来 我们会记得讲 社区运营覆盖了 用户 伙伴 开发者 等不同对象的运营 的对象运营 社区开发的话 建立了标准的 开发流程 基础设施 作为底座 承载了社区过程 过程可信 和结果可信的 这个角色 这个四块 接下来 我给大家分别讲一下 我们告诉这几块 做了哪些 具体的 自己措施 首先是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方面的话 OpenCourse有三层 治理架构 分别是理事会 下次有秘书处 然后有三个委员会 好 我们来看理事会的话 它是由国内的三大T 还有七家头部银行 大型样国企等 多个企业 共同组成的成员 它的责任就是为社区的 发展方向规划做指导 那么对于秘书处来说的话 主要就是做一些执行的工作 对于委员会 我们来看 品牌委员会 它是由清华大学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还有云和墨 海量数据等等 组织组成 它的职责是提升 OpenCourse品牌的影响力 简单来说 就是为社区的影响力 提供驱动力 那么技术委员会的话 是由清华大学 华为 云和墨 还有海量数据等等 成员组成 他们的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就是为社区技术决策 技术做指导 还有做监督 简单一点说 它就是为社区提供技术驱动力 用户委员会的话 它是由海量 海量数据 云和墨 神速通用 区谷业 中移动等等 单位组织组成 他们的责任就是 代表用户为社区发展 方向和长期规划 提供市场意见 简单一点就是 为社区提供需求驱动力 那么在技术委员会下 根据OpenCourse特性 划分了20多个SIG组 促进每个特性的迭代 这边是20多个SIG组的 一个全貌 这里面分别类是挺多的 然后我们借鉴 阿华奇的做法 就是在SIG组下面 我们又分了Contributor Commuter Maintainer 还有TC等等角色 而这几个角色之间 是有明确的晋升路径 并且新成员加入的时候 我们会配备专门的导师 作为做指导 保证这个新成员 是能更快 更好的加入这个组织 那么三层 自理架构和SIG组 两个共同推进了社区治理 治理的眼镜 好 这是社区治理 对于社区运营来说的话 OpenCourse有完整的全链沙盘 多层次 多层次多维度的运营活动 覆盖开发 开发者 伙伴 还有用户群体 等等 每年OpenCourse 自己都会办 主办两场会 一个就是OpenCourseDeveloper Day 它主要是面向开发者的 另一个就是OpenCourseSummit 主要就是面向伙伴 和用户 这两个会主要是 覆盖国内的开发者和用户 还有伙伴 然后除了自己举办的峰会之外的话 OpenCourse还会参加全球开业峰会 比如PC大会 还有SIGMOD 这个主要是用来覆盖 全球的开发者 伙伴 还有用户 除了峰会之外的话 OpenCourse还会在各地举办 线下的Meetup 讨论社区的技术 牵引社区的技术进步 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八个城市 做了Meetup 差不多处达了600多个 数据库开发者和专家 另外的话 OpenCourse还主动参与 或者主动发起了 很多面向学生 开发者的创意大赛 这个是有利于社区的技术创新 这个是社区运营 在社区开发方面的话 开发者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是由企业高校 还有独立的开发者组成 那么多元的开发者 会激发更多的创新 会激发更多的创新 那么社区开发的话 我们 就是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说 就是社区是开发 开发的话 有明确的开发规范 做指导 那么区区管理 交付管理 还有验试管理的话 是有清晰的流程 可以走 那么对于 像方案设计 版本发布等等 那么我们有对应的TC 还有SEC组 组织进行评审 那么社区开发 它就是在标准流程 以及多元化开发者的 共同驱动下 构筑了社区的技术竞争力 那么社区的标准化 流程建设 其实不仅仅需要有规则 那么其实还需要有 技术设施的支撑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技术设施 技术设施的话 主要保障社区的 版本交付过程中的 过程可信 和最终的版本的结果可信 那么对于过程可信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了 看远软件的安全管理 合规安全 完整性保护 漏洞管理 还有需求编码构建等等 保证代码 从提交到中间测试 中间状态 是全过程透明可信 透明的 那么整个过程就称为过程可信 对于结果可信的话 主要是由三层防护网来保证 第一层防护网的话 保障代码提交 合规提交 就是PR级别的 第二层的话是 保障的特性的稳定 第三层的话是 保障版本的正常发布 最终的三层防护网 最终的目的是 使社区版本可用可靠 以及稳定 整个技术设施 也是一个 以开源项目的形式 存在于Open高斯的设计之中 我们非常欢迎 对基础设施 感兴趣的开发者 一起加入进来 实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 然后除了上面几个 就是 这个积极打的技术影响力 和品牌影响力外 Open高斯还做了 人才培养计划 我们除了三本系列化的 数据库辅助教材 在全国72所高校开课 覆盖了两万多名学生 同时Open高斯 也纳入了全国竞争机等级考试 就是学好Open高斯的同时 对早工作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举两得 然后截至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做了21场高校型 触达了差不多4500多名学生 做了4场高校创新实验课 触达了差不多500多名深度开发者 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模式 加速了Open高斯数据库的人在培养 这样是让更多学生 提前加入数据库产业的发展中 那么Open高斯经过两年的发展 目前并且经历了 已经经历了三个开源的阶段了 目前正处于OpenGoviness阶段 并且根据社区的发展 目前也在不断的完成和调整 OpenGoviness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信通院对开源社区做的 成熟度评估中 Open高斯的社区治理 运营开发 还有技术设施 几个方面都被评估为先进级 可以说是 这个算是对Open高斯 社区治理的一个认可 这一页的话 例如算得上是Open高斯 开源治理的一张 阶段性的成绩单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目前Open高斯在国内 数据库流行度 长期在TOP3内进行波动 目前被全球88个国家 和地区下载使用 社区内目前有 3500名供业者 7.9万名社区用户 全球下载使用量是 70万次 刚刚讲过我们 目前有23个SEC组 并且有新的SEC组 在不断的孵化 目前有8个用户组 有136家企业加入社区 目前 下面这三个阶段 就是刚讲的 对应的三个阶段 意义对应 我们非常希望 有更多的开发者 用户伙伴 加入到Open高斯社区 然后我们一起 共建 共治 共享 这个其实以上 也是我们Open Governance的 一个理念 这是自己的一个理念 好 上面讲的Open高斯的 开源的三个阶段 那么 如果要了解和参与Open高斯 有哪一个方式呢 我们总结出来 有四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微信 我们在微信里面 搜索Open高斯 可以看到有公众号 视频号 还有社区小助手 那么分别关注 社区的第一手 第一手这个活动 或者说通知 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 发出来 第二种方式是 在B站搜索Open高斯 可以看到Open高斯的 对应的这个视频号 然后每周的话 每周我们会有技术直播 每周四有技术直播 那么可以进行参与 第三种方式是这个官网 Open高斯的官网 官网网子也比较简单 Open高斯.org 官网里面我们可以下到 Open高斯的不同版本的安装包 然后如果是不想安装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在线体验版 叫Trimi 那么可以直接在线体验 Open高斯的一些特性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在首页可以找到 对应的预定会议 预定会议 这预定会议是 不同的是一个组 他们的会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 是一个组的会议进行参与 进行参与直接和社区里面的 这个门厅的或者说 等等开发者进行直接交流 最后一个就是在Gitty Gitty里面搜索Open高斯 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代码仓 代码仓 然后进行fork fork之后进行代码 或者是这个文档的贡献 这就是参与Open高斯的几种方式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内容分享的全部过程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会议 谢谢